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的这个来宾呢 为什么会让我特别高兴 因为他实在是很忙 你知道 我要请他来 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 联络到我都已经要抓狂 抓狂 你看他都知道 抓狂 然后邪魅他也不回 我心想说 这个陈老师这么大牌 其实不是 他真的很忙 因为底下有很多的学生 而且陈老师常常就 对 飞来飞去 因为住台北跟澎湖 所以那个来来去去的时间真的是 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但是上次来我们节目 表演了一道土豆丝之后 我就决定 没关系 它真的很难联络 但是我还是要巴着它不放 为了全世界的观众 我这个雏鸟还是要牺牲一点 然后它会觉得我很吵 会非常的吵 我们今天陈老师要给我们介绍 什么样的好吃的东北菜 但是还是请陈老师 先跟全世界的观众问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立真 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为大家做菜 因为我其实私底下问过陈老师 我就说因为我看他那个刀工这样 而且我就觉得陈老师这个样子 不太像说对这个料理那么有兴趣的人 可是他居然告诉我 他从小时候就很喜欢煮菜 这跟我自己是不一样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吃 就是说对那个煮 我会觉得很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感觉只是那种长辈他们很会煮 是很羡慕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动手 可是陈老师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煮菜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我们小时候玩具比较少 只好玩菜刀 对 刚好家里又养一大堆那种什么鸭鸡 不是他切那个鸡菜去喂鸭吗 对 他说阿嬷我帮你切 然后我阿嬷 我在切的时候阿嬷还有泡过来 因为我阿嬷是厨师 他说土工不错哦 那时候信心就很强 本来就是有天分 对 每天都要切很多 拿着那个柴刀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柴刀 就拿那种比较烂的柴刀 让我们切那个给鸡鸭吃的 然后拌上米糠饲料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刀工很那时候练出来 你看其来有志 就是说从小男生拿枪嘛 对不对 陈老师就拿了一把刀 而且是柴刀 可不是菜刀 如果观众朋友知道 我们在农村那种时代 那种生活 你知道柴刀是很粗的 你真的要去剁肉 其实你很难剁出 不是很好食的 不好食 而且它非常的重 对 非常的重 然后那个饼是那个木头很粗的这样 对一个孩子来讲 其实是真的很大的挑战 没有想到你这么小 就对料理产生兴趣 难怪现在陈老师底下 有非常多的学生 而且就是各个真的都是 在这种 就是比赛的这种 国际比赛上面 都到处都得奖 我觉得真的也很了不起 因为陈老师非常的年轻 好 我们先不要讲这一个 因为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要分次 请陈老师来我们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东北菜 是一道叫做 锅爆肉 锅爆肉 你看听都没听说过 可能是我咕肉寡闻 其实锅爆肉就是所谓的糖醋肉 但是它是用肉片的方式来表现 糖醋肉是块状 对 那锅爆肉我们基本上会用哪一块的这个部位 也是用里脊 也是用里脊比较软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让它更有变化的话 用梅花那块肉也不错 用梅花肉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锅爆肉 要准备哪些材料 锅爆肉的材料有 里脊肉250克 胡萝卜20克 香菜10克 葱5克 姜5克 蒜15克 面粉5大匙 水2-3大匙 沙拉油1大匙 盐2克 酒5克 淡色酱油8克 白糖30克 白醋15克 花椒水5克 菜白粉2克 香油5克 红萝卜呢 你可放可不放 我放的是要让它有点红色 我们在里面的配料 因为有碗碎 有这个香菜的关系 那香菜它是细细长长的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配料 都把它切成丝状 配料都切成丝状 所以葱呢 我们就把它切成丝 OK 我们来看看陈老师的这个刀工 切这个葱丝 上次在节目里呢 它是葱末 它把一根葱呢 切成四分之一嘛 对不对 那其实葱 葱丝如果你要好切一点 你可以稍微把它拍扁一下 稍微压扁一下 再来切 它就不会这样圆圆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不是很好控制 对啦 有些新手上路 还没切丝 已经血淋淋了 就是什么马铃薯滚来滚去 红萝卜也 所有的菜好像都在砧板上会跳 对不对 对 不要说伸手啦 就我们在煮油 偶尔会不小心划到手 我一个朋友更好玩 他就是因为有一次把这个食指呢 一切到还送到医院去急救 因为那个血都没办法停止 对 所以他从此之后呢 他就刀子从来不磨 他都用很顿的刀子来切菜 结果切到呢 鸡剑盐 就是妈妈手啦 因为太用力了 对 因为太用力了 其实有时候刀子没磨 反而容易切到 对 因为它不快的话 它就容易滑 一滑就会切到手 反倒是多学一些 像刚刚程老师说的 把我们的葱压扁 或者说把蒜压扁这样子的方式 来避免手受伤 好 葱丝切好之后 我们再切姜汁 那姜汁要一点点就好了 在天气冷的这个东北 炸物对他们来讲 其实也是蛮主要的 对 他们炸的部分比例也蛮高的 好像很有名的就是 这道锅包肉跟软炸鲤鸡 陈老师刚一提到这个软炸鲤鸡的时候 我马上就觉得说 我好像待会回去就要冲去这个浮华饭店了 其实也不是帮他们打广告 因为真的它在那个仁爱路那一家的地下室 有一道这个软炸鲤鸡 是我为了要去吃这个软炸鲤鸡 每次都不择牺牲自己的身材 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每次我都叫两份 然后就配它一大锅的这个稀饭 所以你看厨娘的身材不是浪得虚名 好 我们再看这个陈老师 在继续表演我们的刀工的时候 我们来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告诉你 怎么样把这个肉切得漂亮 我们所谓的炸物 不管是炸鸡肉 猪肉或者蔬菜 这个面衣的部分炸的酥脆 然后像炸肉的部分可以也外酥内软 它的屁股在哪里呢 陈老师 第一个就是这个面糊 你取用的面粉 就是例如说你用中筋或高筋的话 它筋度比较高 那筋度高的东西是会Q但是不会质 我们赶快来看看陈老师怎么样切这个肉 因为其实那个肉它的纹路 也是要取对对不对 否则的话吃起来口感 也可能不会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标准 好 那蒜头还没切 蒜头还没切 OK 好 我们先来拍 蒜头也是把它拍成末 拍成末 这时候就不切成四公分的丝了 对 因为这个不好切 蒜头好像也没有大到四公分长 OK 所以只有这个蒜头是比较特别 所以要把它处理成末的 然后我们刚刚切的这个红萝卜丝呢 跟香菜的这个其实只有梗而已 香菜只有梗 这要记得只有梗 因为如果叶子进去是可以 但是它视觉效果就没那么好 就会乱乱的 就不是丝了 所以并不是法国料理跟这个西式的料理 才强调视觉效果 其实那是我们对中国菜不够了解 那肉片的话 其实如果对生手来讲的话 肉片先把它冻过会比较好切 就冻到未解冻那时候硬硬的 就是放到冷冻库 稍微让它不要这么软硬一点 它的形会比较固定的 就比较好切 OK 那肉片呢 大概是0.3公分 也0.3公分 反正就是 不要太厚 对 我是想以一般家庭主妇来讲 就是你尽量切薄 那个可能就是0.3公分 对 那也是这个切肉片 就是你的刀要够力 一定要够力 这一块肉呢 以闽南话来讲就是肉死 就是肉死 其实这一块肉呢 它很嫩 而且它比较少油花 其实还蛮健康的 对 像梅花肉 我刚会怎么推荐 梅花肉它吃起来 就是你要是炸过久 它也不会老 但是它的油脂就是比较高 对 所以常常梅花肉 我们都拿来涮那个 对 涮蛋火锅 对 就是说涮一下 那个口感真的 又有点油滋滋的这样子 真的是好吃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陈老师 帮我们把这个肉腌一下 好 我们加盐 先加一点盐吧 好 等酒去腥 好 再加一点这个米酒来去腥 然后我们就把它 好 稍微抓一包 抓一下 像一般来讲 我觉得腌肉可能要加一点蛋白 我们这里面都没有很单纯的味道 对 因为加完蛋白之后 我们这道菜其实要外酥内嫩 那加完蛋白之后 怕去影响到外面的面糊的部分 因为它变成含水嘛 对 含水 OK 好 那接下去我们来调它的炸衣 这是外面要裹的那个 就是面糊的部分 对 那面糊我们用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哦 对 低筋面粉比较酥脆 好 那我们用 它的比例上呢 大概五汤匙 就是所谓我们喝汤的汤匙 五汤匙左右的这个低筋面粉 大概用三汤匙左右的水 三汤匙左右的水 不过也可以依据你当时的这个情况去调 因为有时候那个面粉呢 它可能呢 湿度比较高的话呢 你加的水就少一点 那面粉比较干燥的话呢 就可以着量再加一点这个水 那要让面糊比较酥脆 我们可以再加一汤匙的沙拉油 然后再加一汤匙的沙拉油 对 其实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呢 都非常的好奇 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所谓的炸物 不管是炸鸡肉 猪肉啦 或者蔬菜 这个面衣的部分炸的酥脆 那像炸肉的部分可以呢 外酥内软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程老师 第一个就是这个面糊 你取用的面粉 就是例如说你用中筋或高筋的话 它筋度比较高 那筋度高的东西是会Q 但是不会疏松 所以我们就尽量挑筋性比较低的 那第二个在里面放一点油 里面放一点油它会去阻止这个面筋的形成 加油的目的其实就是在阻止面筋的形成 对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温度 你不要用温水 最好是用冰水 用冰水 那最好的话是时间够的话 让这个面糊再松弛一下 所谓的让它醒一下 其实名义上叫做醒 但是一般的想法是让它稍稍睡一下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让它醒一下 紧张的那个筋松弛 对 让它放松 放松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 炸我们今天的这个锅爆肉 那至于油温待会儿 要怎么样是最适合炸物的这个温度呢 我们请陈老师待会儿广告后 再回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